附近鄰居慌張開門 現場濃煙瀰漫大聲呼叫 沒多久警方到場 趕緊從火場內 抬出一名老翁 只見老翁全身嚴重灼傷 在地上痛苦哀嚎 附近鄰居連忙澆水降溫 但他全身93%度灼傷 送醫後隔天仍然不治 警方事後追查 這進去一件預謀殺人案 四月四日兒童節 當天早上九點 大同區歸水街這條小巷 一整排七間房屋陷入火勢 但時間挽回到一點 期貨前一名老先生 拿著鑰匙進入屋內 沒幾分鐘就匆忙離開 警方巡線追查 縱火老翁就是房東 因為那天發生的時候 他們後面吵架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坐在前面 但是我只是聽到爆炸聲 那時候就燒起來來不及了 我認為也是很奇怪 因為他每次來的時候 都會到我家裡坐一坐 他那天沒有 鄰居早就發現不對勁 而警方追查 發現房東每個月集兩千元 租給正姓房客 一房一車位 這幾年打算漲租都遭到拒絕 兩人多次爭吵 沒想到這回老房東一氣之下 竟然買汽油縱火燒了自己房子 本來只想給房客一點教訓 卻燒死另一名無辜的黃姓房客 在4月2號的時候 他已經預藏了一瓶 裝滿汽油的寶特瓶在房間樓梯 以打火機點燃汽油 之後迅速離開 暫行房東坦全 他每個月以一萬四千元 向台銀撐租土地 隔住房間分租給三個人 卻只收了九千 疑似不堪 每個月五千元虧損 獎租不成 奉而縱火 害死一條無辜生命 歸根究底也只為了幾千塊租金 房東變成殺人凶手 讓附近鄰居易潤紛 藉由一強中觀展 台北報導